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还一直在用基础枪 什么AK7-4N啊 AKM啦 还有各种冲锋枪 玩多了多没意思嘛 是时候进阶一下了 尝试一下好用一点的枪 那继续兄弟要喷我了 我没钱啊 怎么玩这好一点的枪 哎 这期视频的主角就来了 圆规M4 别看这M4裸枪这么贵啊 你们看这属性还是很值的 而且玩圆规M4 关键是基本上不用改枪啊 来看 关个导器 加个小镜子 完事儿 这就是圆规M4 别看改的这么简单啊 数据可比这半改邪魔版的法老好多了 而且不仅轻 人际还高 灵活度拉满 训练场里的五套假人 也是说明就没有啊 可以吧 至于之前抖动 你们平时玩AK或者法老 可比这抖动多了吧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今天我们去当一波 刚刚尝试好武器的盲心 直接冲冲场封锁区 这把就扔在了仓库 那我们去 等会儿再玩 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 忘带止痛药啦 我还真把自己带入小盲心的角色了呀 这就是第一大问题啊 不带止痛药 止痛药的作用相信你们懂得都懂啊 算了 这把是废了 咱们直接慢慢悠悠撤离吧 除非能找个憨憨让我干掉 拿他的止痛药 不过我这小盲心能打得过谁呢 哎 前面还真有枪声 应该是装卸区复活玩家了 咱们慢慢走 看看能不能偷袭一波 再追击这 他看见我了 来对枪 直接抱头干掉 嗯 我这能抱到头 看来是盲心的小运气啊 关键是他还有队友吗 看不到啊 哎 有脚步 有人在跳 不是吧 兄弟啊 你这上枪子的脚步声也太大了 这不是找着给我同人同吗 到底你们是盲心 还是我是盲心啊 咦 怎么还有个脚步 三人队 A颗雷 哎呀 八蛋 别扔过去 出来了 在这儿 直接秒掉 兄弟们 强的不是我这个小盲心 而是这无敌原规M4啊 不过这没有止痛药的坏数就来了啊 移动缓慢 如果对面还有一个人 那我可就是活靶子了 先找个角落治疗一下 来看看第一个 被我随缘枪法干净的小伙子 是什么装备 啊 五甲半改法老 不过 我怎么把他干掉的 难道咋的耳朵 头盔满耐久 护甲满耐久 盲心的运气这么强的吗 第三个小伙子是啥装备啊 也就你给我做成了一点伤害了 啊 FP5 这是个真盲心啊 对不起你 再来看看傻乎乎爬枪子 架我的小伙子是啥装备 刺套 没握把的RPK 什么妖魔鬼鬼啊这是啊 没看懂他们啊 这是随便拿马虾就上了呀 建议你们看到这期视频 试试这原规M4吧 这枪的属性甚至比这半个法老都强啊 好了好了 话说回来 身为猛心 一不小心一打三面对了 肯定要直接撤离的呀 而且还要激动的手抖 但愿这一路没有老六 没有敌人呀 哎 不是 我就吸了一会儿 真就来人了 没办法 打吧 一颗手雷扔过去 不求杀伤 只求二名 先从左边 直接腰射 瞬间打倒 往后拉 没眼底 可容易被人干掉的 一颗手雷威慑一下 我罩 我再罩 我还罩 不是 人呢 不管你都有了 去走了 白白让我绕配时间啊 不过这眼影的态度 值得兄弟们学习啊 这里的装备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包里竟然有金兔和金钥匙 赚了呀 直接撤离 雪赚50万 哎呀 我这小猛心 头一次这么猛啊 飘了 直接跟队友充电了台 相信以我现在的技术 分别中杀穿还不是很简单的 老六气死我了 哎 生动形现在演绎了 猛心最容易犯的第二大问题 有一飘 痛 太痛了 不过这原规M4用了都说好啊 兄弟们可以试一试 真的很好用哦 好了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